来了宝贝 别走啊 今天给大家谈一张简单唯美的小饼啊 首先我们拿个不就钢的盆 比良的画个圆 有的宝贝说没有盆呢 拿旧手机换一个呀 然后我们从下往上给它划了个渐变色 依次是白色 粉红色 天蓝色 湖蓝色 还有浦蓝色啊 划了完了 给它用牙刷的弹展猩猩 比良的刚才的叶 再用白色的啊 给它画个圈 先描月亮的轮廓 然后用天蓝色的啊 就在里头这么转圈圈 拿个白色在它旁边这么转圈圈啊 转呀转呀呢 一个又大又亮的月亮就完成了 哈哈是不是搜鱼贼 黑色的画个悬崖 然后用白色的随便给它划了点小高光 听说悬崖上面画棵树 就有人不听疯狂点关注 只有睿智的宝贝知道 最近我为啥粉丝长得这么少 我的天 这防不胜防的小歌曲 背后透露着我这无处安放的才华与魅力 最后再给它递了点小藤蔓 哎呀 这么唯美的小饼 你还不点赞宝贝等谁呢 等个又呢 快手 看见哪一种生活 快手 看见哪一种生活